我自己做了个吸尘器 一个吸尘器对应着所有工具 用哪个接哪个 每个接口都是可拆卸的 工具启动时吸尘器自动启动 工具停止时吸尘器自动停止 1200瓦的功率 大小木屑都能吸进去 修编机可以做到工作时零木屑 吸力和噪音也可以调整控制 木屑全收集在布兜里 解开就能处理 吸尘器全收起来后 体积可以做到这么小 收纳不淡地方 用的时候可以直接放桌上 放地上 挂桌上都可以 下面分享制作方法 如果你也有这些工具 无论锯 爆 修边开槽还是打磨 肯定都会头疼它产生的木屑和灰尘问题 特别是你还在家里或者阳台操作它的 生活 网上分享工具的人都不多 更没有几个分享吸尘这部分的了 摸索了很久 终于DIY出来了这个吸尘方案 暂且叫它1.0吧 因为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不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完全够用了 需要的材料工具和构成如图所示 多少能力强的估计看了就能搞定 看不懂没关系 我手把手一步步的教你 首先检查一下风机是不是铜线的 1200瓦铜线的就行 会配套有三组长螺丝 第一步要把风机固定在木板上 要标记这几个地方 进风口的位置和三个螺丝打孔的位置 我的这个办法可以给大家参考 用记号笔或其他有颜色的笔在进风口边沿涂上颜色 调整好风机位置后把它放在木板上面压紧 注意出风口这里要流出离地高度 然后标记圆心打孔就好了 开40毫米的孔以便匹配转换头 然后再标记螺丝孔的位置 打上6毫米的孔 再把螺栓插到木板里 把风机固定在上面就行了 再用个短点的木板当支腿 提前打几个孔 顶着墙拧螺丝比较好拧 这样它就能立着放了 想挂在桌子上的话也可以再加一个横板 也可以加两个木条当把手 这样好拎起来 下面开始做接头系统 吹风机或热风机烫这个50转40的接头 烫软之后插进去灯冷却就好了 冷却后这里是能拔出来的 不过这是进风口会自带吸附力 不用管也没关系 建议的话可以接头这里缠下保鲜膜或电弓胶带 50水管锯出三段10厘米左右的长度 没有电锯用钢锯也可以 两个插在风管上面 风管口直径就是50的 摇晃着就能插进去 不用固定也不会打滑 另外一个50管烫完之后插出风口 觉得不牢固的话可以再用胶带缠一掐 然后反方向拧松爆箍调大直径 拿出50的直接给布袋口套上 稍微固定一下爆箍 不要拧太紧 插出风口这里 然后再拧紧 风机这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是工具的接口 50的转接有50转20转25转32转40的 因为往大口径转 看你工具的集成口又大 按规格去选就好了 转接头烫软后套上面就好 一样如果你觉得松就缠电弓胶带 这样所有的工具接口就都统一了 工具和吸尘器都是50的母口 风管是50的宫口 整个集成的接口系统就好了 就剩接电路了 建议你接变速器 这样线就不用太长 半米左右都可以 这两根线哪个接哪个都可以 但不要这样简单的一拧 这种一扯就开了 要分成两股插开 然后分别把它们拧紧 再左右交叉一下 然后把剩余部分环绕起来 如果有多余的话剪掉 这种接法最结实 是电弓的标准接法 最后缠上电弓胶带就好了 然后是接插头 先拧开螺丝 把里面的压线卡放一边 松开插头的压线螺丝 等下好插线 护套线不要剪太短 压线卡压住它 才会更牢更好看 线头部分与插头平齐就可以了 拨出来一厘米左右的铜线就行 拧成一股后再弯折 然后再插插头里 再把它拧紧 最后拧上压线卡 再盖上盖子就接好了 我选的这个接头是能旋转的 两孔三孔和16A的插孔都能用 现在把它插上就能工作了 不过直接插插到上面 吸尘器会瞬间1200瓦全速公里运行 虽然吸力最大 但也特别吵 正常是用不到全速的吸力 接变速器 也就是全RT后 就可以控制转速和噪音了 如果你有全速大吸力的需求 不介意噪音 那建议你接个这种软启动的接头 这样电机就可以先慢后快的线性吸收 而不是瞬间全速下火的人 现在整体基本可以用了 不过需要你先开吸尘器 然后再开工具 工具停了之后再来关吸尘器 如果你想吸尘和工具同开同关 那就需要联动插座这个东西 因为吸尘器是1200瓦 所以联动插座要选大功率了 把工具插在主插座 吸尘器插在副插座 按下联动按钮 这样工具启动后就会自动给吸尘器供电 工具断电后也会同步给吸尘器断电 如果你想多设备共用 你可以把设备都插在一个插座上 再把插座插头插在主插座这里 这样任意一个设备运行 都可以同步启动吸尘了 每次只需要换吸尘头就行了 不用管吸尘器 不用吸尘器的话 水边机会弄得到处都是木屑 接了吸尘器后 一片木屑都跑不出来 我也试了一下圆具 不用吸尘器一样也是满地木屑 用了后虽说做不到零木屑 但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几了 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了 目前1.0就是这样了 已经完全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的需求了 体系小小好收纳拎着就走 放地上放桌上用都行 排居的话你都可以直接挂桌子下面 随便你怎么放 吸尘和噪音能控制这点非常重要 这样大小设备都能兼用 1200瓦的电机这个吸尘没得说 不接设备它就是个有线吸尘器 但要注意 木屑和小东西没问题 不要吸体积特别大和特别硬的东西 因为它的集尘是通过风管吸到扇叶这里 再倒不带的 大硬的东西会击打风路的 有噪音和寿命问题 甚至有卡住风路的风险 所以目前这是1.0的版本 想随意吸的话就得把风机放在一个容器上 用容器吸 再利用气旋结构把大小东西分开 这样也能支持多个设备同时吸尘 不过这样它体积就大了 也就不便携了 算是有事有得 等我下个版本做好了就发出来 现在主要是我力士台具的材料快到齐了 主要精力都在弄这个 想赶紧把它搞出来 这样就能裁大板进行全屋定制了 厨房厨柜电视墙儿童衣柜都在等着它 OK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还请点赞收藏转发 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